福到你家 福到你家 人生欺负莫测漾 总有时候要挣扎 若把视线看清不在场 你就会动了 顺风缠身人把你紧张 若是是因为人大习惯吧 这就是人生啊 只能认同吧 所以随时损事要讲 没有什么好害怕 顺天情绪的祝福早就不讲 就是这样天天保持它 心云总都讲得身好是气方 人生好喜吗 这逃不长 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由天院文化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笑语 听到这首是太阳神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天地码头 我们好好的来依靠天地 就不会觉得在世间无依无靠 哇你看天地也是多么的可靠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都会来跟大家分享 太阳神的导师所撰写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么上周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导读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第十六章的内容 赶紧扶下救命单 那到底世界末日的传说会不会如实发生呢 导师说我真的很难回答 千万不要认为我没有办法看准 而是因为宇宙天地的大慈悲 一再给我们诸多的警醒 一心希望地球人类可以有长进的思维 领受这份不易得到的倦爱 一再尽量推迟世界末日诸多传言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宇宙所希望看到的就是地球人类在自觉上 可以大步提升到下一个里程碑 不再荒唐享受自我阶段性的些许成就 毕竟我们人类在每天科技日新月异的不断发明中 大伙总觉得进步的脚步 一再爆炸性的追求声中 不断地展开人间智慧的无穷发明 但是不可会言的是 这一切当今人类的科技成就 在宇宙星辰间 成绩还是非常的卑微有限 人类对于宇宙智慧能够达到的程度 究竟在哪一个高处 还是有许许多多不了解 讲到这里 顺带一提2010年发生的一个例子 2010年4月2日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 发生了一个7点多规模的地震 在周边的许多城市 都明显感觉到地震的威力 在地震过后的几个月里 如果你去查Google的搜寻档案记录 你会发现 从4月2号美墨边境的地震 第一次发生之后 有无数的余震 而且频率非常的高 一直在边境中不断地发生着 余震的强度 大多数都在二级到五级不等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蹊跷 是否有人知道宇宙对我们的厚爱 本来4月2号这天地震是一个巨大 而且伤害和损失 都是非常惨重的灾害 但是基于某种理由 大自然推迟了这次灾难 而且把这次灾难 本来要发生的能量 引到美墨边界 这个人烟不是太密集的地方 减少了人员的伤亡 以及各种损失 很少人可以试透其中 去感念宇宙的大恩大德 真正做好宇宙希望我们地球人 可以做好的诸多本分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立刻散播 感恩与爱 这两颗重要的救命单 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全球串联 积极地立刻发起各项振兴活动 来挽救现金地球人类 在物质上 心态上 所产生的诸多负能量 不再继续影响 大家未来的前行 在美墨边界 4月2号发生地震之后 地震学家曾经发出警告 在加州 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地震 这个问题 也有人不断向我求证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我实在很难回答 是或不是 因为现今的我们 真的是这出舞台剧的 导演兼演员 我们能不能够立刻地警醒 并且转向到宇宙天地 希望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 就将是一切传言 会不会发生 是不是成真的决定点 还记得我在前面的章节所讲 世间万物 与宇宙间相对应 一切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我们人间每一个人 每一秒 所想的 所决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变成像是 试掉的结果一样 赞成或反对的声音 不难被宇宙天地 精细地察觉到 所以地震会不会发生 天灾会不会发生 世界末日传言的种种事迹 会不会如实地 掩陷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里 我要以最沉重的心情 向大家报告 决定的主流 力量 就在于我们现今地球人类 自己究竟要抉择哪一个方向 如果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 所有的团体还认为 诸多传言或结论 是某种作秀的话 那么 我真的很难看到 我们的未来发展 会达到哪一个阶层的光明面 反之 如果我们的智慧 下时间可以领受到我们的使命 我们大家在地球舞台上 生命共同体的一份力争上游的迫切 全世界的人类都能够赶紧放下自我的身段 大家不分你我 将世间人类本来就应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担心 世界末日传言中 对我们心态上种种的威胁 作而言 不如其而行 赶紧发挥人间的感恩与爱 把这份重要的教育 用各种管道以最迅速的时间 传达到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真心赞同 让自己成为一个曝光体 去营造地球上一份特殊的正面能量 去挽救可能即将发生的危险 好那么帮大家一起导读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第16章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想要往下继续先看的朋友呢 也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能够看到这本书籍了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邀请到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 来跟大家分享聊聊 他们在学习之后的心得 那么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雅婷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雅婷好 小雨好 大家好 我是雅婷 好雅婷感觉是蛮年轻的又漂亮 谢谢 来先请教雅婷 这是你怎么样开始认识跟接触到超马的呢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 然后透过小孩子的老师的介绍 去参加了当时2018年10月6号的分享会 当时就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在那个福华的分享会里面 我就听到了很多的学员的分享 那就透过了步骤123这个简单的方法 让自己在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那时候呢 我心里就觉得说 好神奇哦 那就是觉得说 那这个应该是小部分的人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但是呢 我还是会认为说 那我可以回去看看这本书 那当时在会场也听到很好听 很好听的音乐 叫圆圆 那我就觉得说 那个音乐真的是很疗愈到我们的身心 所以呢 后来我就是回到家里之后 我就开始读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读了这本书呢 其实我当时我也是没有说很马上的读完这样子 就是每天用睡前读个几页 那后来呢 在一个多月之后 我就发现说 哇 这个书啊 真的是在我的那个心情能量场的一个平衡之下 其实我心情就变得非常的平静 那我一开始呢 就觉得说 那既然大家都说 这个步骤一二三非常的好 那我就开始去精英会去做学习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精英会里面的学习 才知道说 哇 原来这个书里面的方法 是如何去运用到解决自己 在各方面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所以最开始让你觉得 哇 这个系统真的有帮忙到我的 那个事件会是什么呢 这个事件的话 其实就是在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上面 那其实呢 我们从小我们就是一个小康家庭 那其实也都是还蛮和乐的 但是就是在跟母亲的关系啊 就不是说很和睦 那常常呢 母亲对我讲话的方式会是比较是责备的语气 那其实呢 到最后真的会激起内心的那种不平衡感 其实呢 在学习了之后啊 那我才发现说 哇 透过这个书中的心法步骤一二三 那我就是开始做了忏悔发愿的这个步骤 那我就发现说啊 当我就是有这样子的忏悔发愿啊 其实我的能量场就变得比较平衡 我到现在啊 我真的我再也没有跟母亲吵过架了 发现说 哎 母亲啊 就很神奇是 她对我的态度啊 也变得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所以这个能量场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是真实不虚 就是 虽然说母亲没有在学习 但是透有我的学习 那我内心的这个能量传递给她 我也发现说 她对我的这个回应啊 她开始会赞美我 然后开始对我讲话是非常的融合 这样子 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在学习之后 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啊 就是在学习之后 我的改变是 第一个是我们透过了太阳圣的导师 教我们说 每天一定要观看地址规 那地址规的观看呢 我发现说 哎 第一个我们逻辑思维比较正确 那知道说 孝顺是最重要的 那要不然呢 你看以前跟母亲这样的关系 小孩子都在旁边看 对不对 那就算呢 你对你的孩子再好 再理性 再怎么样 但是她看到你跟母亲之间这样子的争吵 她也会觉得说 那你对外婆还不是这样 那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这个逻辑观念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以身作折 然后很多事情呢 其实就是反求租极 就是导师他教导我们的这些 很多的这个逻辑观念 那在以前呢 自己能量场比较低落的时候啊 我们也都知道说 我们要反求租极 我们也要放下 我们要专念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其实自己就是无法去转动 那再来是说 个性上以前就是真的就是 百分之五十在烦恼过去 然后四十在烦恼未来 然后百分之十呢 你才活在现在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是活在当下 所以呢 我在学习之后 我就真的可以感受到说 哇 我每天我就是活在当下 然后去感恩我身边的一些人事物 那去体会呢 每一个人事物之间的一种美妙 然后一种就是美好 那这样的感恩 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 那包括说 跟老公啊 小孩子的一些应对 那你就会发现说 当我们以前没有能量的时候 我们的手是指的别人的 你哪里不好 你哪里不好 这样子 可是呢 当我们有能量 我们有逻辑思维正确的时候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哇 我们其实要闭嘴 然后其实呢 慢慢的去朝对方的优点去看 那我就发现说 一个家庭的和睦 真的就是从这个闭嘴开始 其实我觉得呢 雅婷说到现在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听了 可能就会觉得说 对啊 像什么四只手指头指的自己 一只手指头指的别人 就是要反求诸记 对啊 那很正常啊 大家不是都知道这个道理吗 就像刚刚雅婷说的 你的能量场很低的时候 你就是怎么样都做不到 就是知意行难 所以透过这个能量场的转动 改变 然后还有每天落实弟子归 就是生活上开始改变了 所以刚刚雅婷 有特别讲到家庭这个部分 我想家庭应该就包括 你跟狠先生 或是跟孩子的互动 对吗 对 其实我两个孩子都是国中 然后一个是高一 就是属于一个叛逆期 其实我觉得在怎么样和睦家庭 其实面对这个叛逆期 或面对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烦扰啊 我们真的就是吵吵闹闹的 过着每一天 那其实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的负能量 那我们一直在漏掉很多东西而不自私 那其实呢 在学习之后我就发现说 当我们逻辑思维正确的时候啊 譬如说小孩子在学校 虽然我儿子他比较爱玩 但是呢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有政治正念的时候 我们传递给他都是好的 你就不会担心他会变坏 那因为呢 公立学校的国中 其实我发现说 真的很多的家庭的问题 那其实呢 他身边的朋友也有些都变坏了 但是小孩子他知道他有一把词 那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会去影响到他 所以就是非常的感恩是说 小孩子虽然说他爱玩跟会爱玩 但是他是不会去变坏的 所以雅婷的这些改变 老公应该感觉得到 对不对 有老公问你说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吗 其实他也有一起来学习 之前的时候 对对对 那其实导师他写了非常多的书 那他有本书叫德香女人花 那德香女人花的话 他真的是很多具体的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该怎么营造 该怎么样去经营家庭 那也让我知道说 就像以前我们都是在那个工作职场 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也有工作能力啊 对不对 那我其实呢 以为说我们女人就是外柔内刚 好像觉得自己这样子很厉害 外表柔和 但是里面是很刚强的 但是其实后来才知道说 哇原来女人其实内心要柔软的 那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家庭 那当我们内心柔软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家中的一个小太阳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觉得说 他在我自己的创业上面 他也会有一个很大一个帮助 这样子 所以雅婷在事业上其实也得到帮助了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讲说 我的个性是很容易烦恼的个性 那我之前我都是在科技业 我老公也是 就是非常的繁忙 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是做国外业务这样子 那我也是在2018年7月左右 那时候开始就是去做一个创业 那2018年10月遇到超级生秘密嘛 我就发现说 那我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啊 其实我的心是非常非常平静的 那为什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担心说 那我下一个月的薪水在哪里 因为你没有薪水 那我订单呢会不会下下来 那我客人出的货会不会有问题 那工艺上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那我发现说 我在这个期间 我真的是非常的淡定 而且非常的笃定的 就是知道说 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正负能量厂 去做个平衡 那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说 那在这样子的一路啊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那在这个邏輯思考 比较正确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对应这个供应商呢 或对应客户 那你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 就会是比较正确的 比如说导师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供修啊 或者是课程 他会让我们知道说 多给人家一点 那其实呢 在这个两年多的过程 我在供应商的部分 我是完全都没有杀价的 因为我知道说 真的就是他们是 很认真的 然后很微薄的利润 那我就是没有去杀价 那或者是在发生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其实呢 我就会秉持的说 赶快就是用帮忙的原则 去大家互相帮忙 那就会发现说 当我这样帮着对方的时候 那等到有一天 我急着要出货 或是说我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那供应商他们就会反过来帮我 所以我就是会非常感恩 就是说 在这个系统有一个这么好的导师 他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邏輯观念要怎么去做 那再来是说 那我们就是在爱出爱反的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那我这两年多来啊 我的货啊 真的完全就是 不管是在生产的过程 或者是在出货后 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刻数 那我在心情很笃定的情况之下 我发现说 哇那我以前啊 工作就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繁忙 可是呢 我现在这样子四两拨千斤 我一样就是说 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 对那如果说在能量场 很平稳的状况之下 就像是我今年好了 快一开春之后 那我客人他就 马上就下了七位数字的订单 哇 那其实我就觉得说 这个真的就是 让我们感受到说 以前是追着客人跑 对 那现在呢 你能量场 你比较平稳的时候 你不会再去产生 这些负面的思考的时候 那你就是大概跟个人讲一下 然后帮他们规划一下 那他们的订单自然而然 他就会下下来 那我们平常要做的事情 就是累积自己更多的 一个正负能量的一个平衡 对 老板能够心情平静 平稳淡定 哇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好 那我想雅婷还有很多故事 可以分享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再分享了 好 希望以后呢 还有机会 可以再听雅婷的 这个精彩的故事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阶段呢 也先再次感谢雅婷 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雅婷 好 谢谢笑语 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 由太阳生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画源》 再回到节目当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穿越时空一天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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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不浪过过 我穿越时空一天相拥 天地爱 天地爱 我穿越时空一天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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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 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浮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我们说过去呢 孟母三千 就是讲环境的重要性 所以孟母呢 就为了这个教育 不断地改变这个环境 可是呢 后来就有人发现说 有时候不是可以随便换环境的 因为比方说你这个 买到个新家 你的邻居呢 就是个恶灵 他就每天晚上都蹦蹦跳跳的 哇高的你没办法睡觉 可是呢 如果跟你说要搬家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搬 他牵涉到很多的因素 你的工作啊 你的经济啊 那有些人呢 可能是结婚了 住进了婆家 那也不是说想搬就搬 想离婚就离婚 也没那么简单 所以到底这个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究竟是进随着新转 还是新会随着进来转呢 如果我们说真的处在一个 很糟糕的环境当中 到底该怎么办 好 在今天的待遇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顺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笑语你好 你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所以我们说 静随着新转 这个环境要随着新来转 还是新随着进转 我想大部分的人呢 第一个比较容易的 叫做新会随着进转 就是今天 我得发票中200块 我就觉得很开心 今天呢 这个路边有人对我咆哮 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不然可能是这样子 好像顺着这个逻辑走 比较容易 或者说 好像人 好像本来就是 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对不对 我想人就是群居的动物嘛 不管是人是物 跟我们面对面啊 或擦肩而过啊 他就是成为我们旁边的一个议员 或者装饰品 都会影响到我们 对啊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那个人 就好像有些学生有没有 他说为什么这学期考得特别好 因为那个老师是我喜欢 对 没错没错 有些学生说 考不好都是因为学校 让我在什么这个班级啊 那个老师啊 一大堆理由就考不好 对 你说是真的在这里面受到影响呢 其实是多多少少 因为呢 我们人是触觉的动物 对不对 那一种 不管是眼睛看到的啊 耳朵听到的啊 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心里 当然会啦 而且在讲磁场的话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磁场 所以影响着影响着 如果是好事的话影响着 那磁场变得好的方向 加分了 那当然结果就好了 那如果这些不好的意境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能量啊 磁场啊 或者眼中所见的不开心 让我们心里面这个很沮丧啊 或各方面配合度都不高啊 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可能表现出来的成绩 所以扣分扣分扣分的后面 就是让我们有所损失的时候 所以的确是心随进转的 还是进随心转 这就是一个功夫 我们是不是能够 那个心随进转的这个可能性少一点 那就是这个影响着 我们不好的方向少少一点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进呢 随我们的心转 那就厉害了 那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就有点快乐似神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要做做实验 看看自己到底是 这个进里面的俘虏呢 还是我们是进中间的一个领头羊 把这各种可能的技能都可以越变越好 这就是我们来做生命的一些实验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结论 来肯定自己 这样这些都非常重要 其实真的讲到进随心转 这当然是一个蛮高的境界 大家都很希望说 哇 随着我的心的这个状态的改变 进就可以跟着转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了 心随着进转 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而且我们经常在做嘛 但是进随着心转 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呢 还真的是有学员就曾经分享过 他们的人生的进 随着他们的心 做一些调整之后 他们的进就跟着改变了 可是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先从这个环境当中开始来讲 有一些朋友 像我们之前有个朋友呢 他就是他的先生会控制他 所以比方说他要出去哪里 或是说他要回娘家 他先生就不准他去 那每次他要回娘家的时候呢 就会引起轩然大破 他先生就会百般的阻挠他 那旁边的朋友都告诉他说 不要理他 你就是回去 你该回去娘家 你就该回去这样子 可是他就心情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他即便就是回去了娘家 他也会觉得很不开心 跟先生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 那他先生对他的控制就越来越强烈 所以像在这种境底下 我们说要还要保有正能量 还要跟先生有好的关系 还要得香女人花 天哪 老师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难哦 对啊 好难哦 所以你看哦 笑语讲这个事实 在红尘中有多少人发生 太多人了 对啊 那每个人遇到的时候 大家的见解不一样 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切入的角度不一样 对 后面的急胸或腹不一样 嗯 那这些事情 你说他是单一事件呢 还是这里面有好多的原因 五味杂成的已经 挂在一起变成一个化合物的一个反应 所以今天先生 看到他要回娘家呢 就百般的阻挠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要如何去分析 究竟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嗯 你如果是单纯一个问题点 问题源呢 那我们就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对症下药 那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如果这里面呢 他就铺陈了好多不同的问题 全部夹在一起 互相的辉应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我们想说 可能单一的一个理由 去把它做好就可以改变的 那这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智慧 我们要处理 那这里面呢 到底它夹杂了多少层的问题 相互影响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至少能够把它先理出来 理出来的清楚了 那哪一个东西是特别严重 非常直接可以影响到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对应 对不对 那我想当事人 他应该多少会有一些 可能性的这个心得 可以告诉自己到底是哪一项 我想只有自己先把这个厘清了之后 再一样一样来 所谓的德项女人花 那毕竟呢 男人跟女人嘛 他中间是有很多的角力战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一个理由还是十个理由都好 但是最后的结果 是让对方看到 他眼中的他 是不是满意 是不是所谓的爽快 如果他看的都是 眼睛看的都是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那刚好要回娘家 那当然就借此发挥了 很多东西就搞不定了嘛 那如果总的一个结论 对 还有这个让对方的这种 品味其中的些许 一二 那可能就是那个 可以品味的那个理由 让对方感觉到 可能还可以再有一点点 给他一点点空间 一点点期待 或一点点的什么 因此可能这样子努力 就可能越来越流氧化民有一寸 所以这中间就是一个生活的艺术 所以你说好 这个事情摆在面前 要怎么解呢 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自己才会了解 有些人他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可能去问什么样的一个住员 什么样的单位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因为自己才懂自己里面一些细节 讲的时候可能对方也没听懂 或者是不是全然了解 所以给了一些这个对症下药的方子 就不用还好 一用回去可能家庭暴力 蹦蹦蹦 这种可能 那为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像我们切菜一样 一刀下去就是很精准 一刀一刀下去呢 就是把它等于做一个料理 把它完全的在我们的这个拼盘上面看到的 就是有做过的一个处理了以后果然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我的确要说它跟智慧有关系 它跟我们一些逻辑一些看法观念有关系 所以要全盘的能够真的调整到一个对的定位 它还不是单一的方向 它应该是要多元化的我们的一种成长啊 增长的一个好的果实 所以我们才会尽尽看到自己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刚刚导师说这个要很精准的这个去处理 我实在非常认同 因为呢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剪不断理还乱 不理还好 一理呢就越来越糟糕 所以像刚导师说 像面对这样的情况 的确它很需要智慧 包含在你处理的过程当中 真是你一旦处理不好 可能会引发更糟糕的事情也不一定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真的它需要蛮大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就是说 有一些时候 不是说你想要离开那个环境 就能够离开的 我想婚姻大概就是一个很大的修罗场 因为很多的朋友结婚之后呢 可能就住进了夫家 或者是有些人反过来住在娘家 那不管是住在哪一方呢 可能都会在这个生活习惯上面 会有些摩擦 总是会有些看不惯的地方 诸多不顺 比方说呢 你就会发现说 好像为什么婆婆比较疼 外孙 对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相看两相眼 明明也是孙子 可是就对待的态度差了非常的多 那也百般不解 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也就感觉非常痛苦 即使呢 就是看了很多的心理的书籍 也一直尝试在想要做一些改变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那像这样子就只有单方面的 想要去改善问题的 好像我们说孤长难鸣 像这样的情况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好像笑语说啊 可能谁结婚以后住进了夫家 那夫家呢 可能又是公婆啊 什么这些走礼啊 很多的因素 签在一起 对不对 其实呢 我要给大家观念 就是说 其实人和人之间 你看到甲跟乙 他相互之间的交流 我们认为 好像就是两个个体 他中间没有什么 这样连连看 好像线绑在一起 我们是肉眼看不到 其实事实上呢 每一个人跟有缘啊 所谓有缘就是 他有原来的原因 所以才会凑在一块 叫做有缘 我们一旦遇到 这里面呢 都会有 好像是 一个看不见的线呢 一条两条三条 一百条一千条 连在一起 有些线呢 连在一起呢 是好事 有些线呢 连在一起呢 是可能 多少辈子 还没解决的这些线呢 好 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刚笑语说 哎呀 为什么这个 这个婆婆呢 对外孙比较好 对孙子好像是 百般的不愿意 百般的觉得 看不顺眼 对呀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 不是单选题 他一定是负选题 嗯 他一定有很多 不同的原因 聚在一块 对 所以最后呢 变成一个结果 但是一般人 他搞不清楚 他觉得说 我们就已经这么好 这么样的努力 这么样的 喂婆婆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婆婆就是不灵情 没错 对不对 对 那就让很多人 尤其小家庭呢 他们觉得 哎呀 造成惹劫了 住到婆家以后 真的是每天 都是好像在打仗一样 对 或者是 看别人颜色 要小心 下表 下表是不是 蹦蹦 所以 这里面呢 我想 我们要认知清楚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嗯 进一家门 他就一定会有 什么样的缘由 嗯哼 那 人和人之间 哦 相聚啊 他一定有理由 相聚 嗯 你说 这个平白无故的相聚 那也许 他所谓的缘很浅 嗯 他不见得 后面会有后续 哦 那如果呢 这之前呢 大家都已经有过一个 什么样的 呃 交流啊 交手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段过程 累进呢 嗯 这辈子有遇到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已经忘记前面 故事曾经怎么演的 嗯哼 但现在这一台 现实的舞台剧当中呢 哎 其中呢 过去的很多因素呢 可能我们就 觉得 为什么看到这个人 就特别高兴 为什么看到那个人 我就特别不喜欢 嗯 你说为什么 想不上来 但是事实上 有没有这个可能 真的有可能 他也不是 那么不喜欢这个人 大家一看到他 他就真的不 就至于很生气 有没有 好像这个发火了 就不看到他不火 一看到他就发火 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是我经常在讲的 其实这里面呢 很多的 所谓的好 过去 现在的一些data 嗯 data存在在我们的 那个身心灵的 这个可能性的点上 对 那这个点上呢 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 所以呢 遇到的时候呢 Bingo 两个相联 对 相联了以后呢 就开始演戏了 嗯 我们在这个戏当中 我们还不知道 自己是男女主角 嗯 但是 好 等到好的结果发生 或者坏的结果发生的时候 也先想 哇 怎么会这么巧 嗯 怎么会这样的演变 啊 怎么会怎么会 那么多怎么会 嗯 但是 无巧不成书了 嗯 没有因缘 是不可能的 他绝对有过去的理由 嗯 嗯 所以这辈子才会遇到 嗯 所以才会遇到这样的公婆啊 有些公婆对媳妇很好啊 有没有 对 哇 本来在原生家庭中 还没有这么样被 这个 娇宠 有没有 没错 嫁过来以后才发现 哇 怎么命这么好 嗯 那可能真的是所谓 前世有结好缘咯 嗯 呃 一些本来就很优秀了 对 就一嫁到 这个夫家 怎么被这个公婆 数落的一文不值 然后 嗯 好像处处都是要找他麻烦 或怎么样 上那间把他自己的信心都抹杀掉 对 是不是 嗯 那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 哦 那最后换了一个悲骨的人生 这些呢 都是有因由的 嗯 那这些因由 一般人呢 如果你没有去了解的时候 你也想不到 你也不能够理解 嗯 你只会觉得无限的无奈 嗯 那当你了解了啊 生命的课题 啊 或者是灵命的课题 嗯 或者是这其中应该懂得的相关知识的时候 啊 藉由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渐渐的抽丝拨茧的 这个看到了前面的 哎 这个颈 或像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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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都有了 都有都有 的时候呢 嗯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如此的 要好好地去把握生活 嗯 如此要用上一个对的系统 去转换啊 我们可能的一个视野 嗯 用对的方法 比如说 婆媳啊 几十年的问题啊 嗯 超级生命码的学员呢 就因为用对了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乍兼 这婆媳交恶的 这几十年呢 两者相互拥抱了 哇 这个真的是发起内心的 好 等于是这个掉下眼泪啊 或者是痛哭啊 嗯 因此 两个人就变成 好像以前的那些都不见了 嗯 就好事连连的 那这也是 好 很多例子都 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嗯 这些呢 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只是我们要不要赶快知道 这里面一二啊 嗯 好好的抓住机会来 等于是给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调整 把自己从地狱啊 自我努力的把它爬出来 变成啊 这个光明啊 或者是圆满的前景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要做一个抉择 来想 对 来 验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导致我们越讨厌一个人 就是我们跟他的缘分越深吗 是这样子吗 也许可能相信哈 毛毛人海为什么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就一个因缘 我认识了他 认识了他以后呢 可能本来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还没有觉得 嗯 为什么越来越讨厌 越来讨厌 嗯 对不对 嗯 你说啊 真的是这辈子你看他不顺眼呢 还是因为上辈子 看他不顺眼 这是耐人寻味的 都没有办法一下子讲完 哦 但是绝大多数 都会有因缘 嗯 尤其这个戏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 大部分都有因缘 才会这样演 嗯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强烈的正能量 嗯 你碰到这个戏 你就入戏了 对 入戏了以后呢 没完没了的 可能就搞了一辈子也有可能啊 嗯 或者是这辈子又没演完 又等到下辈子又来的 也是有可能啊 是不是 嗯 但如果我们真的一下子 哎 因为超级生理码的这个系统 让我们有了智慧 所以我们 这个抽丝剥茧的 看到了 哦 原来可以解 他怎么解呢 用对了这个系统的方法 一点一滴的就从 你一零里面 好 爬了起来 哎 发现 崭新 美好 有益的人生 就在我们的面前 哎 这么一运用 真的很快啊 可能三个月 半年就又是 跟以前 十万八千里不一样 哦 真的能够如此 那就是我们人生的收获了 嗯 真的 刚刚老师在说的时候 所以我想到一个 一对夫妻的案例哦 你能看到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蛮动人的 不过我们在这边 先稍作休息 下一个回来之后呢 来跟大家分享哦 静随心转 其实是有可能的哦 包括刚刚说到婆媳关系 好 夫妻的关系 其实都有可能改变哦 呃 几十年来的 这个纠结呢 在学习超码之后 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哎 就突然之间的翻转了 好 在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 由太阳顺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惜 再回到节目当中 只剩许多精彩 愿意 都值得从此好好珍惜 不论是顺活你的轨迹 总看那始终非凡天际 人生苦短 你我懂这道理 时时刻刻真的要珍惜 珍惜能长年雨天地 珍惜 念在幸福的分秒屋里 我愿珍惜那点滴在心里 品味着红尘幻花精彩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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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默默的岁月 珍惜 此时此刻的天地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真生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浮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心随进转 还是进随心转 大部分人都是心随着环境 在做改变的 环境不好 我们就是心情不好 环境好 我们就心情好 可是更高 或是我们说 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进可以随着心转 环境可以随着心的改变而调整 那大家就说 怎么可能 有时候更包括像是这种 很复杂的婆媳关系 夫妻的关系 真的有可能改变吗 很多人说 这个已经长年来的交恶了 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聊聊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二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 想到的案例呢 就是有一对夫妻说 他们已经 其实很长年的时间 互动没有到非常热络了 就是说 这个荷尔蒙的激素的退下 还有这个生活 采米油盐酱醋茶 夫妻之间的感情 就慢慢的淡掉了 但是呢 他们开始在生命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做学习之后 在这个2020年的 情人节的时候呢 突然间 这个结婚了几十年的 夫妻的丈夫呢 穿着西装打领带 买着一束花 就惊喜的出现在 女方的办公室 哇 这个泰坦的非常惊讶 也非常惊喜 就一直直掉泪 那他就非常说 他自己很惊讶 他先生也很惊讶 这个夫妻两个人 居然有一天 这个感情可以重修就好 那他就在这个 分享当中 他就说他非常感谢 他能够遇到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那我想这个案例 讲完之后呢 帮大家来问一下 为什么超级生命密码 它可以帮助我们 好像说 静可以随着心 得到改变呢 我想这样还是 我们一直在讲的能量 能量的东西呢 很奇妙 你说能量两个字 代表什么呢 那我经常也在讲呢 这个人世间呢 所有的万事万物的幻化 其实就是跟能量息息相关 如果能量能够把持得住 或者是有方法呢 把自己的能量能够补起来 都是挣的 多余负的呢 那这个面呢 就会有所突变呢 蜕变呢 让这个当事者就会很僵 像刚刚笑语说的这对夫妻 对不对 他已经多少年 觉得好像没办法激活了 对不对 那因为夫妻两个人 可能都因为震能量提升了提升了 比如说以前呢 可能先生怎么可能会穿着这么样的服装 来邀请大家怎么样怎么样 没那个动力 对不对 诶 正能量一足的时候 就有可能了 那以前你说他心不想这样做 那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就 什么事情都打退房鼓啊 什么都是往坏的方面想 对不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为正能量足了 所以都是往好的方面想 都是往对的方面去努力 诶 一努力就有结果 一努力就有结果 因为能量厂的提升 就带动了很多事情 从不好的方向 转化变好的方向 然后这个成果出现的时候 诶 自己很惊讶 那你说真的要归根就底的看 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能量的一些问题 来把它做处理了 那就会有这样惊人的发现 是这样 嗯 所以能量真的很重要 诶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 常年的问题 都有办法得到改变 那 嗯 我帮大家最后 一问一个问题 因为呢 有一些朋友听到节目之后 跑来问我说 呃 可是因为像 就是我们过去有讲过说 你要祝福别人 要真心的祝福嘛 否则呢 这个祝福可能 不成立就算了 可能还会让自己 呃 有些不好的影响 那有些朋友就说 可是在职场当中啊 呃 难免都要选边站嘛 呃 如果你不跟别人一起 讲某某人的坏话的话 就会显得自己很不合群 好 别人就会觉得你好奇怪 你是边缘人 好 所以呢 他说那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 呃 我应该如何自处呢 难道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就是 被大家来孤立了 所以像这样的 呃 环境 呃 导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所以 孝宇提到这个问题呢 很多办公室文化 的确会遇到这样子情况 嗯 那么 这个时候就是 大家比 比什么呢 比你有什么 嗯 是不是 对 如果你今天 就是在办公室里面 你没有去复合他的这个道人是非长短 啊 这样子让那个人难过 或怎么样的话 哎 他就觉得你跟他不是同路的 对不对 嗯 那如果你今天 你有什么 比他们的这一团人 来的这个正确性 来的正确 或者是必要性来的必要 嗯 那就可能是他们就绕着你转哦 不是你绕着他们转 嗯 嗯 对不对 嗯 那有的时候 都很奇怪啊 我们也想自己好像 读书一个 但是就是没有人要跟着我们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转不动 嗯 怎么转不动呢 可能本身的料比较少啦 嗯 本身的能量比较不足啦 嗯 各方面的这个运转啊 并不是如我们所想 但是 我想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 自我评估啊 或自自我努力 可能我们现在讲说 转念哦 就好像刚小雨说 我在办公室这个时候 真正是好难过 如果不讲那个人的是非 我就跟这些人混不下去了 嗯 那我这时候我们可以转念呢 知道这种的危机 所以我们更加的鼓励自己 比如说怎么样的充实自己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啊 嗯 能够更加的跟以前不一样 更有所长 或者是有所成长 嗯 所以渐渐的他在这个 这一群人里面呢 他渐渐的 好 他等于是比这些人的 成就稍微多一点 高一点的时候 哎 人就会跟风了 嗯 本来以前我们是要拍这个人马屁的 哎 现在好像自己还可以 混的还可以 好不好 你去拍那个人马屁的 换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是那个人拍你马屁 也说不一定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转的动 转的动 在现实面来讲 你就不必这么样的 昧着良心 去跟别人讲这些五四三 嗯 那至少就生活面的幸福来看 就比较幸福了 哦 所以这一切还是讲能力 还是讲能量 嗯 还是讲这个 本质里面有没有 嗯 如果没有 那就真的 这么可怜了 每天就只能 趁着附会 嗯 然后讲一些 没良心的话 对 或者怎么样 做一些话 意思 对不对 这些东西呢 就是大家 我想大家 应该都很有这种感觉吧 对 因为这就是 每天红尘里的文化 就长这样 是 没错 哇 我觉得老师 真的很有智慧耶 因为 呃 可能大部分解方 就是绕在 呃 你要怎么样 说话 你要怎么样 呃 表态 但是呢 导师的回应是 呃 帮大家往上更提一层 好 当你更往上一层的时候 你就不用在底下撕魂了 嘿嘿嘿 好 所以我想这个能量的提升 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呃 大家也会很好奇 就到底要怎么样做提升 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过去 呃 都一直不断地在跟大家来分享 哦 其实就是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那 如果想要来先初步了解的朋友呢 可以先从超级生命密码的这本书开始来看 哦 在节目当中 我们帮大家导读以外呢 自己读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朋友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你可以看到书 还有电子版的 另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哦 以及粉丝专页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的资讯 那 因为在全世界 各地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这个精英会呢 就是会一起大家来导读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以及其他的著作 其他的作品 那 也会在里面有一些学员的分享 如果想要在你所在的地区 来参加圆满人生精英会的朋友 欢迎大家呢 可以直接透过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的APP的客服 那手机的APP 请大家可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的这个APP 透过官方网站 以及APP 都会有客服人员 可以来协助你做查询 那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直接透过电话 来做询问 欢迎大家可以在上班时间 拨打台北电话0255995439 台北电话0255995439 来做询问了 好 那么在今天呢 跟大家来分享 近随新转还是新随进转呢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 自己可以来做抉择的时候 欢迎大家可以来做实验看看 看看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 这个学习之后呢 你的近会不会随着你的心来做改变 好 那么在今天的待遇当中 也再次感谢我们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好 再次谢谢导师的分享 那么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在网路上做学习 现在在每周六的晚上八点钟 只要在FB或者是YouTube搜寻 因为你 就是音乐的音 因为你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节目 那在节目当中 就会有歌手来演唱好听的歌曲 同时也会有短讲的时间 大家同样在今天晚上八点钟 可以在网路当中 一起来做学习 只要搜寻因为你 音是音乐的音 就能够看到了 好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来送上一首 由太阳升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幸福烙印 祝福大家 我们下周六的同个时间 中午十一点到十一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再会 我是笑语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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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llっぱ Offers 幸福浪漪 作曲 李宗盛 天冰情世间爱滋润人双 分秒岁月幸福静音 红唇真净 细细品味更而世间情 苦或想了无真实迹 悲欢离合归清静 眼光闪耀学会成心 抉择之间幸福面中 你在梦眼一心 万世皆太平 云鸣百花金 三天枯拉丽 夫妻自已 冲锋波浪下前行 圆满人生 勇敢可活着 幸福烙印 勇敢可活着 幸福烙印 幸福烙印 勇敢可活着 幸福烙印 幸福烙印 勇敢可活着 幸福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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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